议员们为市长送上糕饼 肯定市府对台中糕饼行销的用心 不过台中糕饼博物馆 传艳化园区 才是众人所关注的焦点 由于这是市长林嘉隆的 重大建设计划之一 议员要求市长不能跳票 并且要在2018花博举办前 将博物馆打造完成 你现在说 2018年 你办过花博 管子才要改为高品 高品馆 市长 2千 凶18年 你已经一任做满了 准备竞选年任 这是不是代表说 你在第一任的市长里面 你没法呈现你高品博物馆的支票呢 比如说我们先年10月 要办第一届的台中的花都艺术节 那就会开始为花博乐身 14年后到2018是高潮 那这期间丰元 对一个展区配合 不管我们的花跟水果 还有所有的园艺 然后搭配这种 以高品为主的饮食文化 就是我们未来要打造 丰元复都心的一个重点的政策 另外市长也针对观光客 百万经典倍增计划 做出说明 除了针对云友的正门景点 会加强观光整潮 还要打造另外七个景点 以每年100万人自为目标 吸引观光客来到台中 那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相关的统计 台中市目前一年里面 有超过100万人次的观光客到访的 大概有七个景点 那我们希望这七个景点 都从100万的观光人次 倍增成200万 那就是要去改善 然后增加它的这个 未来观光的人潮 那另外就要寻找新的七个景点 然后以100万人次 每一年来作为目标 这样我们就有七加七 14个百万级的景点 这样子的话 七个200万的景点 加七个100万的景点 就有2100万 就2018花卜会的举办 连结台中的各大景点 来结合高品特色行销观光 打造风源 成为台中的副都心 而议员们 除了肯定市政府的市政方向 也希望市府能够加快脚步 把观光的效益扩大 记住杨宗环台中采访到